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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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骏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说 本届省政府任期的五年 是吉林振兴发展 攻坚克难 机后城市的五年 面对百年变局 与世纪疫情叠加严重冲击 面对兼具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全省上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习近平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抢抓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历史机遇 陆力同心 奋勇争先 与全国一道 如期打赢脱贫空间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三五 圆满收官 十四五 顺利开局 初步走出一条 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吉林全面振兴 不断迈出新步伐 取得新成效 刚刚过去的2022年 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决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超长决心 超长措施 超长努力 全力推动经济回到正常轨道 经济稳定恢复增长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创新型省份建设卖出坚实步伐 现代农业建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生态环境显著提升 高质量发展初见成效 民生保障有利有效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吉林振兴发展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韩骏说 回顾过去五年 吉林振兴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取得这些成绩极为不易 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吉林振兴发展仍处于滚石上山 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 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我们一定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加以解决 韩骏说 今后五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时期 我们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 忠实践行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 重大职责使命 团结奋斗 苦干实感 在新征程上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做好未来五年政府工作 总体要求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抢抓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历史机遇 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部署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加快塑造发展新优势 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美丽吉林 实现经济行稳致远 社会安定和谐 人民安居乐业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谱写吉林 斩新片账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科技创新成效显著 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 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重要突破进展 农业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 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 农业现代化第一方阵地位更加巩固 乡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 乡村全面振兴 扎实推进 治理效能进一步提高 民主法治更加健全 法治吉林平安吉林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共同富裕取得扎实成效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韩骏说今后五年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要重点把握七个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坚定不移抗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美丽吉林 坚定不移全面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隐患 围绕今年主要工作 韩骏说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关键一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 正常年景下 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 今年我省将重点做好八个方面工作 一是着力促消费扩投资 大力促进消费复苏 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二是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 加快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转型发展 提升医药健康产业竞争力 巩固扩大装备制造业优势 大力推进能源产业远往贺储协调发展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壮大数字经济 三是着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大力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推动街改变肉 即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上规模 上水平 促进十大产业集群 提质提效 巩固拓展脱贫空间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四是着力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提升教育服务发展能力 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大力激发人才活力 五是着力推动生态强省建设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强化生态治理修复 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六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持续加力筑起纾困发展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提高金融服务滞效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七是着力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严肃财经纪律 八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扎实办好民生时事 强化社会保障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 加强改进社会治理 韩骏说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 新挑战 各级政府将坚持不懈 从严加强自身建设 坚定不移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持之以恒 加强政治建设 法治建设 作风建设 廉政建设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韩骏最后说 砥砺奋进开心局 宁心俱力再出发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因因嘱托 忠实践行 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 重大职责使命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 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会表决通过了 省十四届人大一字会议表决办法 通过了关于设立 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了关于 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通过了 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 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的规定 表决通过的 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 进行了宪法宣誓 胡家福 吴海英 张忠 张志军 蔡东 张恩惠 阿东 李伟 李明伟 在主席台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吴敬平 安丽嘉 刘凯 韩福春 梁仁哲 李龙熙 李月 曹宇光 李维斗 郭乃硕 席栓柱 徐家新 尹一军 王志厚 王子莲 高志国 车秀兰 江志盈 张希 韩慕恩 安贵武 刘伟 参加今天开幕会的 还有出席省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 和这次会议列席单位的负责同志 在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召开的喜庆时刻 今天十一时十四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以一件十四星的发射方式 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 03D34星等十四颗卫星 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此次发射升空的十四颗卫星中 共有六颗吉林一号卫星 包括滑水一号 沃福曼号 海额一号 吉林一号高分 03D34星 吉林一号魔方02A03-04星 滑水一号卫星 也是吉林一号魔方02A07星 是全国首颗内陆水摇杆卫星 也是滑水星座的首颗光学卫星 沃福曼号卫星和海河一号卫星 是吉林一号 红外A07至08星 有效载荷为长波红外相机 可对大气层 海洋和陆地等 进行红外成像 他提供的是红外相机 通俗来讲 这种相机能够捕捉到 我们人眼看不到的这个普段 吉林一号魔方02A03-04-07星 是一款柔性卫星搭载平台 该系列卫星能够根据不同载荷的集成需求 进行灵活单机变换 具有集成度高 代载能力强 重量轻 成本低的特点 新上的G3个卫星 我们在这种小型化 低成本化 以及这种平台化的方向 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能够适应的客户 这种多方面的打载的需求 吉林一号高分03-03-34星 是由吉林长光卫星公司 自主研发的 轻小型高分辨率光学摇杆卫星 是公司进行批量化生产理念的重要成果 此次发射的6颗吉林一号卫星入轨后 可为农业 林业 气象 海洋 资源 环保 城市建设以及科学试验等领域 提供丰富的摇杆数据和产品服务 吉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昨天晚上举行预备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景俊海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高广斌 范瑞平 田锦晨 张焕秋 贺东平 彭永林 庞庆波 贾晓东 及秘书长韩慕恩参加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代表513名 出席预备会议的有462人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议程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 一 审议省长韩骏 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的报告 二 审查吉林省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 二 审查吉林省2022年 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二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广斌 关于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五 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 关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六 审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尹一军 关于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七 选举吉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八 选举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 委员 九 选举吉林省人民政府 省长 副省长 十 选举吉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一 选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二 选举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三 决定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立 及通过组成人员的人选 预备会议前 代表们集中观看了有关严守换届纪律的警示教育片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昨天晚上举行第一次会议 会议由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景俊海主持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随后 会议在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景俊海主持下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日程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决定了会议副秘书长人选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办法草案 通过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决定了关于代表提交议案的处理办法及截止时间的建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通过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3年1月14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席团81人按姓名笔画排序 于平 于和杰 马军 宜族 马建刚 王天歌 王志后 王启民 王少俭 王爱明 车秀兰 女 车黎明 求小光 隐一军 满族 八音朝鲁 蒙古族 鲁尾 田锦城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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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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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杨小天 吴海英 女 吴敬平 沈德生 张卫红 女 张习庆 张太范 朝鲜族 张志军 张忠 张明朝 满族 张俊英 女 张恩惠 张焕丘 张嘉良 阿东 回族 陈大成 范瑞平 金镇吉 朝鲜族 庞庆波 郑立国 郑伟丰 赵亚忠 赵宏伟 郝国坤 女 胡家福 江涛 娄少华 女 贺东平 贺志亮 秦和 女 满族 贾小冬 徐家新 徐崇恩 徐辉 女 高广斌 郭灵纪 席栓柱 曹金才 曹震东 常小春 梁仁 梁仁哲 朝鲜族 彭永林 蒋炎辉 韩慕恩 韩俊 韩福春 景俊海 卢小斌 女 满族 谢忠言 蔡东 秘书长 高广斌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3年1月14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景俊海 韩俊 高广斌 范瑞平 田锦晨 刘金波 王少俭 张焕秋 贺东平 彭永林 庞庆波 贾小冬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3年1月14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韩慕恩 金喜双 王大宇 吴兰 女 赵永波 女 曹金才 王丽萍 杜宏琪 女 楼选东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参加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议一组讨论 听取政协委员意见建议 他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宁心铸魂 紧扣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进一步汇聚起戳力奋发 砥力奋进 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精彩篇章 省政协党组书记朱国贤主持会议 会上蔡国伟 秦海涛 冷向阳 朱晨 汤燕等十位委员 围绕新能源汽车 氢能 碳纤维等产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省份 提高城乡与社区治理效能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 景俊海与委员们深入交流互动逐一回应发言 他说 大家的意见建议仅扣吉林振兴发展大局 思考深入 研究透彻 很有见底 体现了政协委员的使命担当 反映了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盘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 充分吸大 更好地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景俊海简要介绍了过去一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对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支持吉林振兴发展 表示衷心感谢 在回应委员意见建议时 景俊海指出 产业是经济之本 发展之机 财富之源 我们一定坚定不移抓好产业优化升级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发展六新产业 建设四新设施 加快推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 集化120万吨乙烯 路上风光三峡 山水蓄能三峡等重大项目 大力实施轻动吉林行动 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景俊海强调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我们一定深入实施科教新省 人才强省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抓手 坚持科教 人才 创新 一体统筹 一体推进 聚焦重点领域 努力攻克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更好塑造振兴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景俊海强调 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 我们一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作用 以大开放 大保护 大开发 大合作姿态 持续抓好五个合作 精心组织招商引资 招财引致 建好各级各类开放平台 进一步增强要素吸引力 市场竞争力 发展影响力 省委常委吴海英 张忠 张恩惠 阿东 李伟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李龙熙 李维斗 郭乃硕 刘伟参加会议 今天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参加 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联组会议二组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认真屡职尽责 广泛汇聚智慧 见务实之言 现发展之策 塑造吉林全面振兴新优势 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在新征程上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会上李来华 梁东梅 曹武 刘海 崔岳春 王龙 苏洋 王小敏 刘文峰 中方立十位委员 分别就发展数字金融 生态保护修复 专精特新企业壮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中药产业发展 严检地治理等方面建言献策 韩骏认真听取发言 逐一做出回应 他说 大家的发言体现了政协委员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省政府将在工作中认真研究吸收 韩骏强调 过去一年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史上 极其重要 极不平凡的一年 新冠疫情跌宕起伏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民生保障备受考验 各种风险接踵而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全省上下以超长决心 超长措施 超长努力 全力推动经济回到正常轨道 高质量发展出见成效 民生保障 有利有效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因嘱托 把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把握好 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一要塑造汽车产业发展新优势 讲抓新四化发展机遇 大力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 发挥一气引领带动作用 全力推进奥迪一气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 打造电机 电控 电池核心零部件集群 推动整车 零部件 后市场链条 协调发展全面提升 二要塑造农业发展新优势 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坚持种养一起抓 粮肉一起抓 实施好千一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加快推进粮田建设 严检地综合利用 水利保障等 八大工程重点项目建设 深入实施揭杆变肉 即千万头肉牛工程 做好农头工委 粮头实委增值大文章 推进吉林 由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迈进 三要塑造化工产业发展新优势 发挥极化120万吨乙烯项目 引领带动作用 认真谋划布局 上下游产业链项目 贯通全新化工新材料产业链 打造基础化工 精细化工 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 四要塑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优势 围绕中药 生物药 化药 保健食品等九大板块 打造大品种 大项目 大企业 大集聚区 加快医药大省 向医药强省跨越 五要塑造能源产业发展新优势 实施好陆上风光三峡 山水蓄能三峡 青冻吉林等工程 构建坚强智慧电网 建设绿电产业园区 装好再建附和项目 延伸至清治安全产业链 推动能源产业远往贺储协调发展 六要塑造营商环境新优势 加快构建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 实施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建设工程 公平公正法制环境建设工程 立起汇起市场环境建设工程 保障有力要素环境建设工程 落实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积极营造 人人重视营商环境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生态 全面构建亲亲政商关系 光明正大 与企业家交朋友 坦坦荡荡同企业家打交道 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韩骏强调 政协委员 见多识广 眼界开阔 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深入开展调研 立足自身做发展表率 多为做好政府工作 建言宪策 汇聚起各方力量 形成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合力 吴敬平主持会议 胡家福 张志军 李明伟 李月 曹雨光 安立佳 安贵武 参加会议 全省两会专题报道 将于21点05分 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